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咱们先做个硬广 我们在2月24号到3月1号 准备组织大家到广州东莞游学 一说这俩地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这俩地啥古迹 干嘛上这儿游学的 这就是现代化城市 经济重心 你要这么想 你就真得跟我去一趟 去看看 你想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汉代就开始开发建设 南越南汉两代王朝在此建都 所以南越王墓南汉二地灵都保存到今天 可以去看一看丰富的出土文物 当然了 广州更多的历史跟中国近代相关 比如说镇海楼 看两次鸭片战争 黄埔军校 然后黄花港72烈士墓 十三行 还有粤海关等等 还有比如我们到东莞 看这个民族英雄袁冲焕的故居 另外呢 比如像这个虎门硝烟的纪念馆 然后这个虎门海战的纪念馆 都是很值得一看的 当然还有光孝寺 六龙寺 这些跟佛教禅宗相关的这个寺庙 所以非常期待呢 能与大家同行 听我节目的朋友啊 我们还问大家呢 准备了一张优惠卷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领优惠卷 再报名了 好那咱们现在呢 就书归正传 其实现在要讲的这个内容 就跟广州密切相关 中国啊 明清两朝闭关锁国 对本国老百姓和商人呢 实行海禁政策 片板不得下海 与同时呢 外国商人没有允许 也不能随便开贸易 你看当时这个马加尔尼使团来大清 希望开放贸易 也得唯唯诺诺的 尽管如此啊 这大清皇宫里的西洋玩意儿 真不少啊 而那会儿呢 中国也有丝绸瓷器茶叶 行销欧洲 那既然闭关锁国 这样的贸易是如何进行的呢 实际上当时啊 大清在广州 一直呢 有一些商行从事对贸易 在历史上 这些商行呢 被统称为十三行 那这十三行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的命运如何 今儿呢 咱就聊聊这个 说起这十三行的历史啊 最早呢 可以追溯到明朝 当时呢 朝廷就实施海进 万历年间呢 只认去广州对外经商 当时在这儿啊 有个世博提举 负责征收外贸税收 但给老外收税 大名玩不明白 于是呢 就指定一些商家对外贸易 并且呢 从这些商家身上收税 这些商家呢 统称为三十六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些对外贸易的商家啊 数量并不固定 清朝康熙年间 海进严格 广州呢 只剩下了几家航口 到了乾隆时代呢 对外贸易的洋行 有二十六家 其中最兴盛的呢 十三家呢 被称为十三行 这个名字呢 也就成了对外贸易洋行的统称 十三行贸易的对象呢 包括了当时西方的主要国家 比如这个荷兰 英国 西班牙 普鲁士奥地利 看上去呢 是非常国际化的 但是朝廷大心眼里 瞧不起老外 当时呢 这个英国呢 被称为红毛国 你听这名字多难听啊 而且朝廷还规定 所有老外如果想买卖货物 哪怕是跟官府做生意 都必须由十三行做中介 这么一来呢 十三行就获得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 一度呢 非常繁荣 当时啊 有一首诗 那阳传争出是官商 十字门开向二阳 五四八四广断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 道光皇帝刚登基 1822年那会儿 十三行所盖的街区发生火灾 光烧掉的白银就有四千万两 这个史习记载啊 阳银融入水沟 长治一二里 要知道那个时候 国库存银都不到三千万两 这么看这十三行的确是富可敌国 有了前十三行的掌门人呢 就一个个都过得非常的奢靡 这其中最有名的呢 是这个颐和洋行的吴炳健 他在十九世纪前期啊 家族坐拥两千六百万银元的财产 可现在的估值呢 大概是五十亿人民币 但是呢 其实也不能这么算 因为你拿这个银元跟人民币 他当时的这个银元就主要是墨西哥 你拿他算人民币的价格是按照米价算的 所以他可能 但是米价他波动比较小 那你你比如说民国初年在北平 十个人一桌的燕窝席 只需要八块大洋 鱼翅席十二块 如果按照一块银元和两百块人民币计算 十个人一桌的燕窝席 才一千六百块钱 鱼翅席才两千四百块钱 对吧 那你现在无论如何这个钱 一个人吃都不够 但是现在也不想吃了 是吧 一个人吃都不够 所以他这个 两千六百万人银元和五十亿人民币 这只是一个估价 实际上我觉得 他的这个实际价值远远超过五十亿人民币 后来有人统计这位爷 是当年世界十大首富之一 他们的五家豪宅呢 当时矗立于珠江边上 就跟《红楼梦》里写的那个一样 除了吴炳剑 其他洋行行主也都不慌多让 他们见过西洋的玩意儿 盖的呢也都是仿照西洋的这个洋楼 西洋建筑上啊 特别喜欢用蓝绿色装饰 所以这些楼呢就被称为碧堂 很多文人都在笔记当中呢 记录了这些建筑 其中扬州寿西湖里面呢 有个成碧堂 就是仿照十三行的碧堂而建 当时广州十三行商人迅速崛起 也成了有亲一代与两淮盐商 山西晋商三强并立的这个航商集团 不过啊 大清的规矩里 商人始终都要被全力玩弄于鼓掌之间 十三行商人也不例外 乾隆年间呢 皇上喜欢西洋玩意儿 每年梁广总督 广东巡抚和粤海关 都要进宪各种奇珍宝丸 比如钟表啊 法郎器皿啊 都让这个十三行去采办 官府心情好的时候呢 给点银子 大部分时候就白拿 最后呢 绝大多数货款 都由十三行付现 到最后呢 就成了潜规则 商人们就有苦 说不出来 白拿东西是小意思 十三行商人那么有钱 大清哪哪都需要花钱 怎么能想不到他们呢 所以到了乾隆53年 也就是公元1788年 朝廷镇压台湾林爽文暴动 拿不出钱来 就勒令十三行商人 捐助三十万两 凡此种种 在朝廷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呢 害苦了商人们 只要国家遇到灾难 战争或者皇室权贵 红白喜事 十三行的商人们 都必须主动报效 或者书捐 根据官方档案记载 从1773年到1835年 十三行总共向官方 捐献了五百多万两白银 商人们自嘲啊 宁为一只狗 不为行商手 当时吴炳剑甚至主动提出 捐献八成财产给官府 然后自己留两成退休得了 但是朝廷根本不为所动 你退休了 我怎么享受洋玩意儿 我们有困难的找谁好毛去 不准退休 就这么干下去 所以吴炳剑是只好从命 到了道光年间 鸦片走私的问题逐渐突出 大清呢 既然规定了外国商人做买卖 只能通过十三行 所以鸦片问题 第一个背锅的肯定是十三行的人 这首当其冲呢 就是吴炳剑 吴炳剑几十年来 跟大清官场打交道 如履薄冰是步步小心 每年官孝敬银子 就捐出去不少 但是这次呢 遇上了硬茬子 走私鸦片的 是英国的不法商人 大清钦差林则徐 根本不管 把吴炳剑靠上锁链 严刑拷打 甚至折磨死他的儿子 就是为了让他交出鸦片 和潜藏在他商馆里的英国商人 这事之后 林则徐主持了虎门硝烟 随后呢 是鸦片战争 大清是一败涂地 当时吴炳剑身心俱疲的 坐在广州城里 听到城外英国炮响 吓得是瘫倒在地 他知道啊 英国人早就对这种 通过十三行的代理贸易 积怨已久 朝廷要是败了 英国人势必要求开放通山口岸 那么十三行的垄断地位 就会彻底消失 所以呢 他率十三行重商人 积极捐纳财产 修建炮台 希望大清能打赢这一仗 然而大清实在是不争气 广州将军一山自作主张 跟英军谈判 按照协议 清军退出广州城六十里 并且呢 一个礼拜要交出六百万银元的赔款 英军呢 退到虎门炮台以外 当然了 这笔钱不可能由国库来出 只能十三行放血 吴炳剑一家就出了一百一十万 这还没完 接下来英军一路沿着海岸北上 逼着朝廷签南京条约 条约规定 广州航商不得垄断贸易 至此 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当然了 南京条约当中呢 牵涉到向英国赔款 条约签订之后 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 航商偿还三百万银元的外商债务 吴炳剑呢 就承担了这个一百万银元 加上毁于战火的货物值七八十万 还有前两笔摊派 这个颐和洋行啊 直接损失了三百万银元 经此一劫 吴炳剑是元气大伤 并且呢 在当年呢 就一病不起 无怀哉了 吴炳剑一死 标志着十三行彻底衰落 打仗之后 随着上海等地呢 开辟了对外贸易口案 十三行的繁华不在 咸丰六年 也就是1856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军炮轰广州 城里的市民呢 非常愤怒 觉得洋人太可恶 跟洋人做生意的十三行 自然就是混蛋汉奸 群情激愤之下 就烧毁了十三行街 史称西关大火 火烧十三行 无论是那些碧堂 还是吴炳剑的私人住宅 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至此啊 这个十三行 连像样的建筑 都没有留下一座 如今您要去广州看呢 那成了服装批发市场了 当初那种富丽堂皇的样 是再也找不到了 十三行是走入了历史 他的故事呢 不仅仅是中国闭关锁国时候 跟洋人打交道的缩影 也是中国古代商人地位悲惨的见证 兴起因为官府的闭关锁国 全胜的时候呢 固然造就了一大批富商 但这些富商们赚的越多 就越是在官府的压榨下 身不由己 这样的繁荣 本质上是官本位造就的扭曲 等西方列强真正打上门来 官府背书的垄断被打破 繁华也就如镜花水月 随风而逝了 好了 关于广州十三行的故事啊 咱今次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